各位朋友,你們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收睇肥坤的影片 記得按訂閱 今天是6月17號,星期五 中時間肥坤來到二龍口馬路 松山隧道口 我們來到這裡拍掛一下,看看行人隧道 松山行人隧道新建 已經建好了,裡面只是在裝修 肥坤走去看看,已經安裝了扶手電梯 翌日可以不用走 直通到新口岸那邊 非常方便 今天來回經過這裡,走過來裝修 我們不妨礙工友開工 始終這裡是地盤 我們拍幾張照片,我們便轉出去 沿路上,我們又回到交通部 附近的馬路 我選擇了德聖馬路 德聖馬路 德聖馬路是一條 用德聖的名字來 建造這條馬路的名字 裡面有很多古老的大屋 前面有一個德聖花園 有很多朋友 走路或坐車 經過附近,只知道是德聖街 德聖馬路 或者是德聖花園 他們的內力全都不知道 問到口啞啞啞的 什麼事都不知道 平時這區非常之人少 雖然到處都是學校 放學時間比較人多 平時就很安靜 包括德聖花園 平時都沒有人在這裡玩 只是路過 附近有巴士站 我們既然來到德聖花園 我們又說一下它的故事 這裡有一個紀念碑 當年在1622年 荷蘭人最慘痛的一天 是6月24日 戰敗 當日早上 已經登了六場區直入 來到這個位置 當時它的武器很先進 又有火炮又有火槍 當時的隊伍有幾百人 先頭部隊已經去到塔石廣場那邊 後面有很多物資 火藥的車輛 放在最後 當年澳門的炮台很少 只會有大炮台和海國遊魂 那裡 從山都沒有 那些傳教士都幾厲害 什麼都懂 天文地理 放炮 什麼都可以 難怪中國的皇帝 這麼想認識他們 當年澳門的守軍 當年澳門的守軍非常少 那 回到荷蘭 進來 這個位置 是望亞村的荒地農田 那 最後的部隊 就是火藥車 經過這裏 那 大炮台的炮位 可能是幸運之神 眷顧他 打正他的火藥車 那 就著火爆炸 沒有了後勤 那 就 打仗是幾慘的 被人包抄 那 後來 就有部分的荷蘭軍隊 就沿路 回海邊 坐船走 就有了 海國遊魂這裏 其次呢 就有 部分的荷蘭軍隊 就被俘虜的 在這裏 死傷慘重 被俘虜的 那 聽朋友說 人數呢 就不是很多 有 幾十人 那 他 澳門政府 就在 塔石那邊 建了一個 戰俘營 那 當年這裏都是賽地 荒蘭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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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那些荷蘭軍隊 自己 起 踵踵轉 起圍牆 圍著自己 做了一個戰俘營 不過 前後也有門的 那 後期那些人 就把荷蘭園大馬路 分開兩折 一邊是大馬路 一邊是荷蘭園正街 的笑話 這個戰俘營 有前後門的 那 當年這個位置 就非常接近水坑尾 雀仔縣 這裏是華人的地域 那 當年 澳門政府 就抓了那些荷蘭人 就去 可能叫做 衝軍 是吧 起炮台 就是 松山炮台 那 當年叫松山炮台 就不是叫松山 叫做 阿基山 阿基炮台 阿基的名字 是荷蘭一個 隊長 被人俘虜 帶頭的 用他這個名字 來稱呼他 阿基 山 阿基炮台 當然 他人數這麼少 當然不是他全 做了 當然是有些 黑奴 中國的華人 幫忙 有良出 形成了 一個小圈子 在澳門居住 圍著的地方 日後人 叫做 荷蘭園 荷蘭園的名字 就是這樣 我們走走 二馬路 這條 二馬路 也是當年 將荷蘭園 分歸一條小路 方便他們 朝出晚歸 上松山 收足 公事 經這裏 上松山 阿基山 現時二馬路 已經 屬於 小曼谷之稱 很多泰國食物 當年 荷蘭人 和澳門人 都應該是幾老友 他們都要生活 在 雀仔園那邊 市集那裏 買東西 經常都 和澳門的華人 都很熟 肥坤 說這段 就是 叫做 有少少拉棱 算是歷史 朋友聽了 就笑話 就好了 那 就 聽一下 當作故事 我們來到 二馬路出口 這裏是 東亡陽斜路 以前 舊塞高 對面 就是 雀仔園 當年 他 進役 是打到 澳門的市中心 雖然 那裏叫做 郊區 看下 農田那裏 那裏 那時候 荷蘭軍隊都很厲害